指揮中心就已经宣布了从10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 就是可以开放什么军人 还有65岁以上的长者 通通都可以公费免费来打AZ疫苗 但是马上被立委质疑 你是不是要找军人来消化 你这个打不完的疫苗 那卫副部长陈时中 他是保证不会强迫 但是就算放宽疫苗接种的对象 似乎也是没有办法打完的 因为目前我们台湾一天的接种量 大约就是4000剂 但是到5月底前 平均一天至少要接种8000人才够 否则到时候会有8万多剂的疫苗 都要报废 因此有专家就呼吁了 应该要效仿美国 就是开放全民施打 指揮中心宣布 AZ疫苗接种对象放宽 第七类军人和65岁以上的长者 下周一5月10号都可以施打 韩国的疾病管理厅 发布了一个讯息 一剂的AZ保护力就可以达到 一再扩大施打对象 因为AZ疫苗过期进入倒数计时 根据5月6号统计数量 AZ疫苗累计接种人数 73988人 其中20146人是自费对象 目前采购 AZ疫苗有31万剂 19.9万剂将在5月底到期 16万剂还没有施打 现在一天接种量大约4000剂 剩下22个工作日 算一算一天至少要接种将近8000人 才打得完 否则会有将近8万剂 大约4成5的AZ疫苗预期报废 引发专家质疑 难道扩大开放是要让国军 来消化打不完的疫苗吗 陈时中挂保证绝对不强迫 但军中的服从体制 恐怕不是阿中部长说了算 毕竟眼看疫苗可能报废 白白浪费人民纳税钱 有专家提出干脆开放全民接种 说穿了现在AZ疫苗施打率不高 就是因为民众对疫苗没有信心 专家建议政府应该要采购好的疫苗 远比扩大施打对象还来得重要 记者陈镇茂王一众台北报道 所以诺福特的风暴是持续的在延烧当中 也烧出了防疫旅馆管控的问题 但是现在中央地方是互相甩锅互踢皮球 而现在有一份公文曝光了 明明当初诺福特是申请二管是防疫旅馆 但是让有观光用途的一管 也入住居家检疫的机市 这个混速是明显违法了 观光局最新拍板的诺福特损结了国家利益 因此要开罚15万元 诺福特作为防疫旅馆却爆出群聚感染 观光局拍板开罚诺福特15万 严重管控疏失也一一被掀开 桃圆市府去年8月给诺福特办店公文就有疏漏 公文上写着市府邀及卫生局到诺福特旅馆现场勘查 相关配置符合防疫要求成为本市防疫旅馆 但文中没注明究竟是一管还是二管 可作为防疫旅馆 诺福特因此走巧门 把需要拘检的华航机组员安置在一管七八楼 诺福特办店一管定调为观光饭店 让一般旅客入住 还拿到桃圆市政府旅游补助 二管作为防疫旅馆 却领卫福部的防疫补贴 补助经费拿好拿满 但诺福特今年2月被旅客爆料有混住状况 桃圆市府为此在2月发函给卫福部 直接写明核定防疫旅馆的范围 只有诺福特二管 还说机组人员是否入住防疫旅馆 属于卫福部和民航局业务范围 似乎想把责任往上推回中央 这都没有什么耍规的问题 一管的部分是因为是有民航局的指定 外籍的航空公司来使用 诺福特就规划一个楼层 让这个所谓外籍的机制来使用 桃圆市认为这部分不是他们的业管 他们业管是二管 法规早已定的明确但模糊地带 中央地方谁都不愿扛 并不知道上面有华航的这个宿舍 有机组员的这个检疫 那由交通部来负责采访 中央地方互踢皮球 三大破口也让诺福特成了防疫现行剂 所有权责有待陈时中 召集相关单位开会一一理清 记者林英伟林沛杰台北采访报导 刚刚呢这个是张万钧的斗内 他说呢小台人辛苦啦 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动物马克杯吗 好那个马克杯因为已经交出去了 所以不在我手上我辨不出来 但是呢你们如果想看到的话 你们去快点购的话 我昨天有进去看 有看得到那个照片喔 那他呢就上面就是有北极熊啊 有狼啊因为呢他其实呢不是动物园 他是在San Diego Sea World 是在那个San Diego在美国的时候呢买的 那那个是小汤圆人生当中 第一个马克杯 那上面那一排的英文字呢 是Sharon嘛 S-H-A-R-O-N 这个Sharon呢就是小汤圆本人的英文名字啦 那当初就是买回来当做一个纪念的用途 基本上是没有用过的喔 那如果大家想要抽到他的话呢 你们要记得要先去我们的快点 给我来购物喔 那刚刚有介绍嘛 中天的马克杯 大家可以赶快的买起来喔 挑一个你喜欢的 那买到一定的金额 你才有办法来参加这个抽奖的活动 所以大家想要小汤圆的马克杯的话呢 赶快喔去买起来 好那接下来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要持续的来关注就是华航现在是清零计划 在6号的时候已经开始执行了 那原先 居检天数是从3天延长到5天 再进行9天的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14天内就必须要裁检5次 阴性才能够解封 但是华航的机师就抱怨啦 为什么一样是直飞一样的防疫措施呢 隔离的天数呢 居检的天数 确实比别人都还要多 他们就酸说你病毒又不会去挑你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的 但是陈时中就回应啊 因为其他的航空公司没有群聚的状况 华航诺福特群聚追感染源头 矛头指向机师 指挥中心针对华航订定清零计划 增加检疫天数和裁检次数 长城航班机组员居家检疫 从3天增加为5天 第5天检疫期满 采一次鼻烟PCR检测 再进行9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分别在第7天 第9天第12天采生猴唾液 第14天再采检一次 一共5次采检全数阴性才能解封 短程维持14天自主健康管理 但期间要进行两次采检 看起来就像是处罚所有华航机组员 其他的航公司目前并没有这些群聚的这些情形 华航情形就好像是跟布桃一样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紧急的情况 先把他这个完全的措施先做好 对比长榮因为有宿舍 目前居检人维持3天采检阴性 再开始11天自主健康管理 新宇航空因为目前无长程航班 依短程航班做法 只需14天自主健康管理 华航前机师认为 这就是双重标准 政策应该要一视同仁 那我们飞出去国外 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所有的这个防疫的措施 也通通都是一样的规定 那为什么是只有华航 在回来的时候 检疫天数是会是比较多的 病毒他不会看你是哪家航空公司 还有专家建议 指挥中心应该针对所有国际航空 一并总体检 所有租过弄富特的机师 必须全面裁检 这是比较不同的一个关键 指挥中心一开始过于自信 如今急着不破网 但却差别待遇 疫情之下也让机组员 飞得好忧郁 记者林伟 林佩洁 台北参访报导 另外现在就是鼓励大家 可以打疫苗就赶快去打 那现在疫苗接种假 是拍板上路了 但是确定不执行 所以就引发了 这个医护人员痛批 不如干脆请半薪的病假 那指挥官陈时中他就回应了 跟雇主讨论之后 确实是没有编列相关的预算 那新上路的政策 还有诊所通报奖励金 只要基层的医院通报 转诊者发现确诊者 就可以获得一万元 不过对此基层的因素 他们也是不以为然 直呼你花钱奖励 还不如落实高风险族群 健保卡助记 你要去哪一个学校 无论大人或小朋友到耳鼻喉壳 看诊医师都会询问 旅游接触时等TOCC 但这次华航染疫事件 诺福特首例确诊饭店主管案 1120连续看诊三次 诊所都没通报 恐怕成为防疫缺口 因此指挥中心宣布新政策 截日起只要基层诊所 发现疑似个案 并安排个案转诊裁检 一旦发现确诊 诊所就有通报奖励金一万元 裁检院所也可获得五千元 但基层医师认为 根本是治标不治本 基层医师痛批 政府通报条件不明确 预期花钱奖励 不如比照医护人员 将防疫旅馆员工等高风险族群 注记在健保卡上 奖励金政策基层医师不买单 才刚拍板定案的疫苗价 也让部分医护无法接受 五月五号上路的不执行疫苗接种假 只要劳工或公务人员 施打疫苗发生不良反应 减负新冠疫苗接种记录卡 就能在接种当日到隔日 申请疫苗接种假 但有医护炮轰 疫苗价不强制执行 不如直接请半薪病假 施打疫苗才能提升群体的免疫力 那政府要做的 不应该是跟企业界站在一起 说不知心 假月多对雇主当然是不利的 整体在经过前两天的指挥中心 会后的一个跟各个单位 再做一次检视 那确实就是没有编列相关的预算 决中心不排除增加半薪病假天数解套 但有医不足 恐怕还是无法刺激医护施打意愿 自有陈江陈时恋爱 相遇台北采访报道